哈喽 小凯们好 我是你们的桃子小姐姐 猜猜这一期要拍哪家的丝袜 就是它啦 安信家的换系列全色测评 来喽 它的外包装是低调奢华的土豪金的色系 看包装是不是有种高大上的感觉 我们来把它拆看看吧 像这个是他们海外的新包装 这是老包装 安信家的换系列呢 目前有五个颜色 牛奶白 冷灰色 裸肤色 亮黑色和换紫色 本来还有一个乌蓝色和几红色的 但是那两个颜色太畅销了吧 所以就断货了 买不到了 现在我买到的是剩下的五个颜色 这一款是亮黑色 这一款是亮黑色 这一款是冷灰色 剩下的这两盒是老包装 它这个紫色还挺好看的 很亮的一个紫色 这是我第一次测评 一次性拆这么多双 以前都是一双一双的测评 这一次给大家做一个全色系的一个测评 然后我们最后一双是奶白色 一堆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上的整个颜色 它分别是奶白色 亮黑色 冷灰色 换紫色和裸肤色 你看这个裸肤色 这一款是6D的厚度 它品牌的logo是在腰这个位置 腰部的做工也是非常的细致 裆部是无缝的设计 它指尖是采用全透明的设计 然后是有带一个脚跟的脚型 它弹力是很好的 这款呢是范西林 它是属于一个油亮的款式 今年是很流行油亮丝袜的 因为它是普通丝袜的性感 然后穿着出毛回头率特别高 很适合我们现代的女性哦 然后我们现在上腿看看吧 牛奶白上腿之后呢 皮肤称快的颜色 然后它这个奶白色会变得淡一些 然后有点接近辐色了 好了现在是冷灰色的试穿 我这边这只脚是穿了 这边是没穿 这有盘灰色 对它上脚是非常好看的 它是一款很低调的颜色 不复快有着炫耀 它是一款很优雅的高级灰色 期间容易的小鲜蜜色 这一双就是有肤色了 然后我感觉穿上这 我本身的皮肤是很接近很接近哦 它上出发是很显皮肤白的颜色 它是有流量的效果 所以给了一种这个肌肤呢 是垂坦可破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款 新日常的话呢 很适合穿这一款 在这边就是没有穿的 现在是换紫色呢 是穿 这边是穿的 这边是没有穿的 这一款紫色呢 我觉得它也是挺好看的 紫色代表着神秘和高贵 它的视觉冲击力呢 是很强的 所以说颜色呢 不是所有的女生 都可以驾驭得住了 很好衍生才能穿搭的 万一搭配的不好 可能就会被人不认为是 障碍家族 穿上之后呢 这个紫色有一点点淡 其实这一款呢 用肉眼看的话 油亮程度呢 还是挺高的 穿上之后呢 有种小调皮 小心感的感觉 最后试穿这一款呢 就亮黑色啦 这个黑色的话呢 就写得漂亮真实了 好呢 换新链的五个颜色 全部都已经试穿完了 感谢我的频道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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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